中國大陸在中東 現在實力已經非常強 另外北非現在勢力也來了 可以看到巴黎 埃及 土尼斯亞 阿聯酋 這四國的領袖 訪問中國大陸 然後這次又再下一層 因為更別說之前的時候 這個世紀大和解 沙特跟伊朗的矛盾和解 哈馬斯跟法塔赫也在北京會談 這是第三次在中東這個局勢 還有2012年斷交後 首次沙特駐敘利亞大使也要來了 代表怎麼樣呢 人家兩個千年世仇 真的是靠中國大陸 真的是讓他解決了 然後沙特王儲也要準備訪問伊朗 這又是打了美國好大一巴掌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呢 還有官員在訪問 然後金融時報說 美國還要取消對沙特的 攻擊性武器的禁售 就是要給他一些甜頭 但是剛剛說到的北斗合作 現在有非常多國家使用北斗 很多都是金磚國家 很多也是中東國家 比如說巴鐵 阿聯酋 沙特 埃及 泰國 巴西 南非 伊朗 印尼跟智利他們都有用北斗系統 還有阿聯酋會不會想要買的是歼20呢 因為最近他們的少將訪問大陸 然後面這個就引發討論 這是歼20 歼20會不會有可能賣嗎 我們都知道歼20有A跟B A是比較是額字心臟 B已經變成中國心臟 會不會讓A有出口型嗎 另外更別說 阿聯酋之前早就跟中國大陸買了 48架L15的高級教練機 代表說他也對於中國大陸的戰機很有興趣嘛 還有呢 在之前沙特航展的時候看到FC-31 所以FC-31是出口型的啊 會不會有可能也對這個有興趣 大使你怎麼看 這個中東還有武器的這一塊 對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說 我們就靜下心來看 其實現在就是說 大陸跟美國正在中東這一塊區塊 正在進行激烈的較量 就是到一個戰略高度一個較量 那中國大陸最近的進展 讓美國有點措手不及 讓美國這個在中東地區 可以說這個節節敗退 那其實中國大陸我覺得做法是非常非常有策略有步驟 那這個策略跟步驟的話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你可以看出來了 這一次在北京開的是這個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 這個合作論壇 第十屆部長會議 那這已經從中東擴展到阿拉伯了 阿拉伯更是比它的地理範圍 又比這個中東更大 所以你看到的北非的國家 也都參與了 這些已經是在這個 已經不是在中東地區了 比如說突尼西亞 比如說這個埃及 這些都已經區域上更擴大 我認為中國大陸可能下一步就是 再往擴大就是變成回教國家聯盟了 因為這個整個三個區塊 這個地理地緣的這個區塊 它是可以這樣不斷擴張的 它都是關聯性很密切 中東阿拉伯然後就是回教 那各有它的組織 像這次中國跟阿拉伯合作論壇 事實上阿蒙 就阿拉伯國家聯盟 他的這個也派人參加了 對 這個阿拉伯也跟他見面了 也派人參加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這個區塊 跟美國正在進行全球性的較量 那就是說現在中國大陸已經 也不是說慢慢再收往 可是成果非常的大 在這個情況之下 讓美國的這個感覺到壓力極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大概能夠著力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國家 就是沙特 對 所以美國對沙特這個施加極大的 不但是政治壓力 可是它也提出了很多它的誘因 比如說最近就傳出來 美國可能對解禁 對沙特阿拉伯這個攻擊性武器的提供 那這個對沙特阿拉伯是過去 沙特阿拉伯跟美國反映很多年 美國都不願意去 不願意去做成任何鬆動的 那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看這個大陸的目標 就是怎麼講 就在中東 沙特阿拉伯到回教 這一個國際政治上 這個重要的所謂的這些 這些一個群體也好 或者一個勢力也好 中國大陸進行積極的爭取 那麼跟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上 進行一個對抗 那其實我覺得它的具體做法上 其實已經可以 已經它的所謂的它的切入點 跟它的具體做法 跟已經看到成效的 我們就隨便舉出幾點來看 第一個就是遜尼派跟什葉派的和解 這個是出手之快 讓美國措手不及 沒錯 沙特很快時間就跟伊朗 就重新開始這個做在一起 這過去是四不兩立 而最近我們又傳出來 這個沙特王储要去伊朗訪問 在這個節骨眼 在美國不斷地繼續破壞 沙特跟伊朗的關係之下 做了兩件事 第二個 沙特除了他的王储要去伊朗訪問之外 他又恢復在敘利亞的這個大使館 這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倒是美國的 美國政府跟美國西方的媒體 一直在講說 這沙特要承認以色列了 要承認以色列了 你覺得可能嗎 在這個節骨眼怎麼可能 基本上沒有看到任何的 在這個情況反而看到了 沙特要去伊朗 沙特要去敘利亞 你知道敘利亞現在這個政府 是什葉派的 是什葉派少數 它這個敘利亞人口是 以遜尼派為主 可是這個統治的 這個群體它是什葉派的 沙特還是跟它恢復關係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二個就是 在這個巴勒斯坦問題上 法塔跟哈馬斯中間的和解 最近還在北京 在北京 對 雙方的這個高層官員 還在北京會談 所以這個又是 中國大陸的一個策略上 我想整體策略上 它嵌入 而且是成績 第三點 它支持巴勒斯坦建國 這一點 就是美國的死穴 美國到現在 在聯合國只要討論 巴勒斯坦建國 美國都是什麼 安理會都是這樣 否決權 否決上去 頂多棄權而已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上面 是旗幟鮮明 那就爭取到了大部分國家 不只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三個地緣國家 這個機緣國權 包括全世界 大概有140到150個國家的 這個立場 站在了多數 你看歐洲國家 最近愛爾蘭西班牙 也都轉過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越來越多 就是中國大陸選擇 站在那一個多數 在這個中東的核心問題上 把美國邊緣化 那第四個就是說 中國大陸 你看這一次中央論壇裡面 談了很多一帶一路 繼續深入到 這個中東阿拉伯世界的 這個做法 這個一帶一路 繼續深入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 第五個我看也蠻重要的 其實在這一次 這個共同聲明裡面 也就是開完這個 這個中阿論壇 這個共同聲明提到什麼 強化金融方面的合作 這個也是建立一個合作 更穩固的基礎 因為阿拉伯國家事實上 是世界上少有的富裕的國家 它天然資源就靠著石油 它累積了幾兆美元 你說這個 沙烏地亞的主權基金 沙烏地亞國家的基金 阿聯酋的主權基金 都非常的多 這裡面加起來多少兆美元 那這些錢現在都怎麼樣 現在這些錢都有一點點 沒有安全感 美元 因為美國人開始在搶人家的錢 開始搶人家的錢 所以整個來講 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 在跟美國進行一場 地緣政治的較量 而且時機挑得非常好 在美國正陷入一個怎麼樣 一個泥鬧之中 中國大陸快速的出手 沒錯 那這一次在這個 中阿合作論壇的開幕式 習近平他提出五點 這是戰略高度的 對於中國大陸跟 阿拉伯世界合作的一個共同方向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我在這邊 跟各位提一下 他說他要把中阿關係建設成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標杆 這個把中阿關係它的這個怎麼講 它的這個互利性給它擴充了 它要變成一種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標杆 尤其現在很多世界動盪的核心 又在阿拉伯的世界 所以中國大陸看起來 對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與戰爭 這個插手這個承諾 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是長期性的 所以第二點他有提到 他說要把中阿關係建成高秉值 共建一帶一路的樣板 可見我剛剛提到了一帶一路 趁這個機會進入到阿拉伯的世界 因為阿拉伯世界 有非常充裕的資金 可是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 而他們現在這些大國這些有錢的 包括沙烏地 包括阿聯酋 他們已經在想到一個什麼 後石油時代 他們這些國家這些民族 怎麼繼續生存下去的問題 那就需要中國把這些國家基礎建設 而且是新時代的基礎建設 比如說這個不只是高速公路 港口 機場 要建設什麼 要建設新能源 要建設綠能 要建設什麼 要建設現代化的通訊設備 5G 6G 要建設到甚至AI 要建設甚至到什麼 量子 量子運算 都包括這些都包括在一個 新的一種形態的 這一帶一路 第三個他要什麼 他把中阿關係建設成 不同文明和諧共存的典範 這個非常了不起 因為回教 這個中阿拉伯這個文明 其實大概都是回教的部分 回教的今天在世界上 它是屬於弱勢 它的生成權跟別人怎麼講 這個可以獲得公平對待的 這樣子的地位 事實上是因為歐美的這種 所謂對不同文明 採取不同做法跟不同怎麼樣 待遇的這個 這一個基本的邏輯 基本的價值觀 讓回教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 阿拉伯族群 承受了極大的苦難 所以這句話 我覺得以中國的文明 跟這個阿拉伯文明 來展現出 這個是一個人類社會生存的 一個新典範 這是非常有很高度的 第四個 他要把中阿關係 建構成探索 全球治理模式 全球治理正確的一個表率 所以大家一起來商購 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區域間如何合作 如何來治理 彼此共同利益的事項 所以這些部分 我覺得都是 尋了很高目標 可是有理想 有目標 有做法 有切入點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尤其也看準了 美國在這個區域 美國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講 美國對於回教世界來講 它有一個 永遠沒有辦法 賣出去的一個死穴 這個死穴是什麼呢 就是以色列 沒錯 以色列 所以你要從中國大陸 要跟美國做長期鬥爭 因為事實上 李光耀也講了 他說中美的這一場鬥爭 他估計是要到2050年代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2024 對不對 還有25年 這個要鬥爭的話 那叫全球性的鬥爭 就跟我們待會會講到的 這個大陸的防長 這次在 董軍 董軍 這次他講的 中國的全球 全球軍事戰略 已經不跟你談印太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事實上在全球戰略之下 定位了跟中東阿拉伯 以致將來延伸回教世界的一個往來的方式 那這也是中國大陸要在全球的區塊裡面 要佔一塊一個區塊 佔跟美國相對取得優勢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性一步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高度做法而切入點 那現在你可以看出來了 已經顯得成效了 所以我覺得大國之間鬥爭 還有這種長期的鬥爭 點的突破就會造成線的突破 線的突破就會造成面的突破 所以美國的霸權 西方的霸權很可能就在中國在 中東地區阿拉伯地區這個點的突破 會造成西方整個面 線的防守跟面的防守 這一個大潰體 對